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赵丽颖角色大突破 风与光交织的传奇人生 在演艺界,赵丽颖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出色的演技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喜爱 她所饰演的多个角色,如郝秀萍、贾小朵、白狐狸、李红英、乔妍等,都成为了观众心中的经典形象 而玫瑰之所以是玫瑰,是风与光的眷顾,更是视线与灯光的归处这句话 恰如其分地形容了赵丽颖在演艺道路上的璀璨绽放 赵丽颖的每一个角色都承载着她对表演的热爱和执着 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每一个角色的内心世界 让观众在屏幕前感受到了角色的生动与真实 无论是郝秀萍的坚韧、贾小朵的纯真、白狐狸的神秘、李红英的温婉 还是乔妍的干练 赵丽颖都能准确地捕捉到角色的灵魂 将其完美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在演艺界,赵丽颖的风光无限 这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天赋和努力 更是因为她始终保持着对表演的敬畏和热爱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汗水浇灌着每一朵玫瑰 让她们在观众的心中绽放出最绚烂的光彩 同时,赵丽颖也深知 作为演员,她不仅仅是角色的扮演者 更是观众情感的传递者 她用自己的表演打动着每一个观众的心 让他们在与角色的共鸣中找到了自己的情感归宿 这也是赵丽颖之所以能够在演艺界脱颖而出 成为众多观众心中的玫瑰的原因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期待着赵丽颖能够继续用她的才华和努力 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角色和表演 相信在她的演艺下,每一朵玫瑰都将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 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经典 赵丽颖在荧幕上的表现总是领人惊艳 她的角色塑造能力已经成为了她的金字招牌 此次,在《风雨光》的眷顾这一新剧中 赵丽颖再次突破自我 将不同角色的复杂情感与成长力程演绎的淋漓尽致 从早年的甜美清新形象到如今挑战多维度的角色 她的演技不断进步,愈加成熟 给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 在这部剧中,赵丽颖所饰演的角色并不是单一的 而是充满了多层次的复杂性 她所演绎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物 而是一种对人生的思考和探索 剧中,赵丽颖在风光背后所展现出的坚韧与温柔 完美地诠释了现代女性在面对压力与挑战时的自我成长 这种兼具力量与优雅的角色 不仅让观众看到了她作为演员的全面发展 也让人们感受到了角色中所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 赵丽颖的这次突破 不仅仅是对演技的一次提升 更是她个人艺术生涯的一次升华 从她出入娱乐圈的青涩 到如今的沉稳与自信 她在不断挑战自己,突破自己 无论是现代剧中的职场女性 还是古装剧中的英勇侠女 她都能通过细腻的演技和独特的个人魅力 赋予角色新的生命力 这次,她用实际行动向大家证明了 自己不仅仅能够诠释甜美可人的角色 也能驾驭更为复杂、深沉的角色 对于观众来说 赵丽颖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她通过角色传达出的坚定信念和不屈精神 激励着每一位追梦的人 她的角色让人们看到了 追求梦想的道路上 即便有风雨坎坷 只要坚持下去 终将看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在这部剧中 赵丽颖不仅仅是演绎了一位角色 更是通过角色传达了一种生活态度 她所饰演的角色教会我们 无论面临怎样的困难与挫折 始终要保持对生活的热爱与希望 这种精神力量也正是赵丽颖个人经历的真实写照 她一路走来 经历了无数挑战与压力 却始终保持初心 用坚韧不拔的精神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这也让她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的榜样和偶像 作为一名实力派演员 赵丽颖在娱乐圈中的地位已然不可撼动 她的每一次突破和挑战 都让观众对她充满了期待与钦佩 她不仅用出色的演技征服了观众的心 也用她坚强的个人魅力和努力不懈的精神 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励志偶像 总的来说 赵丽颖在《风雨光》的眷顾中的表现 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她用细腻的演技 饱满的情感 赋予了角色生命 也让观众从中感受到了人生的真谛 在未来的演绎道路上 赵丽颖无疑还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和感动 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不断追求卓越 塑造了一个又一个竞典角色 而这次 她再次让我们看到了她的无限可能 作为观众 我们期待着赵丽颖未来的更多精彩表现 她的每一次蜕变 都是对自我极限的突破 也是对观众的回馈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赵丽颖将继续绽放她独特的光芒 为我们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 她的传奇人生 才刚刚开始 而她的每一步 都在激励着更多的人勇敢追梦 希望每一个追梦的人都能像赵丽颖一样 无论前方有多少风雨 都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最终看到属于自己的光芒 王一博酷裙叠穿时尚新风潮 网友直呼 CP感满满 太会穿了 王一博引领早秋时尚 酷裙叠穿打破常规 展现自由奔放风格 网友热议 赞其穿搭有层次感 配饰点睛 争议中展现时尚探索精神 鼓励人们勇敢尝试 王一博的早秋时尚秀 酷裙叠穿的新纪元 开篇 鳄鱼王子的时尚觉醒 在这样一个温柔的早秋 落叶在微风中轻轻起舞 王一博作为我们的鳄鱼王子 以其独特的时尚触觉 引发了一场不容忽视的潮流风暴 他并没有真正其上鳄鱼那画面太美 我们不敢想 但他总是能够以自己的穿搭 让人联想到那份自由奔放和粗犷野性 仿佛丛林之王一般 自信从容 让我们一同深入王一博的时尚秘境 探寻他那引人入胜的酷裙叠穿风格背后的秘密 句号 第一幕 酷裙混搭 挑战传统边界 想象一下 如果传统的酷装与优雅的裙装意外相遇 会激发出怎样的火花呢 王一博以自己的行为为我们揭晓了答案 时尚 就是敢于打破常规 创造不可能 他巧妙地选择了宽松的长裤 搭配上剪裁独特的半身裙 通过颜色和材质的巧妙对比或和谐统一 让人耳目一新 网友A开玩笑说 王一博这是把衣柜里的裤子和裙子吵架了 然后让他们手拉手和解了吗 这个幽默的评论立刻点燃了网友们的热情 大家都开始踊跃猜测起下一季的时尚趋势 第二幕 层次感的艺术 王一博的穿搭哲学 在王一博的时尚观念中 层次感是一种无声的语言 承载着他个人对美的独特线解 裤裙叠穿并非一种简单的搭配方式 而是对他个人风格的深刻诠释 通过将不同材质 颜色和长度的单品进行叠加 王一博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视觉效果 令人一线难忘 网友避开玩笑说 王一博的穿搭 就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展览 每一件单品都是一件艺术品 令人忍不住想要多看几眼 第三幕 配饰的点睛之笔 细节决定成败 王一博的时尚绣长怎么会 不需要配饰的衬托呢 他总是巧妙地运用帽子 项链 手表等小物件 为整体造型增色不少 特别是他以裤裙叠穿亮相时 一双独特的鞋子或是一个别致的背包 常常成为整个造型的点睛之笔 网友C赞叹道 王一博的配饰选择 简直给时尚借上了一堂课 每次见到他 我都想说 这些东西原来还可以这样搭配 第四幕 粉丝互动 时尚与爱的双重奏 在这场由王一博引领的时尚盛宴中 粉丝们也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他们积极踊跃地参与讨论 分享各自的穿搭心得 并以多种方式展现出对偶像的支持与喜爱 一位粉丝分享了自己模仿 王一博裤裙叠穿风格的照片 并附上了这样的文字 虽然我可能没有王一博那么帅气 但我也要感受一下这种时尚的魅力 这样的互动不仅进一步提升了王一博的时尚影响力 同时也使整个社交媒体平台洋溢着温暖和快乐的氛围 争议性结尾 酷裙叠穿 是时尚还是奇葩 句号 王一博酷裙叠穿的造型越来越受欢迎 网上也由此产生了不同的评价 有人认为这是对传统时尚的勇敢挑战 彰显了王一博独特的个性和品味 而有人则质疑这种搭配方式是否太过前卫 甚至有些奇葩 王一博作为娱乐圈的顶流 不仅在影视 音乐等多个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在时尚方面也展现出极具个性和创新的品味 近期 他凭借一套大胆的裤裙叠穿造型 再次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不少人直呼 CP感满满 太会穿了 这句话不仅体现了网友们对王一博时尚品味的赞赏 也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时尚圈的地位 酷裙叠穿这样的造型 打破了传统的性别界限与时尚规则 呈现了一种新潮的 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 王一博的时尚感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流行趋势的追随者 而是一个引领者 他敢于尝试各种新颖的搭配 无论是街头风 运动风还是高定时装 他总能在各种风格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尚态度 此次酷裙叠穿造型更是让人看到了他对时尚独到的理解和勇敢的尝试 酷裙作为一种兼具舒适与个性的时尚单品 通常被视为女性的专属 而王一博通过独特的搭配 将这一单品带入了男性的穿搭中 不仅没有丝毫违和感 反而展现出了独特的美学和个人魅力 这一造型的推出 不仅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 也让更多的人开始重新审视王一博的时尚影响力 许多粉丝和网友纷纷表示 王一博的时尚感实在是太强了 他的每一次亮相都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而此次酷裙叠穿更是让大家感受到了 他的时尚造诣和大胆的创意 有粉丝直言 这简直是时尚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